欢爱众生 永不停息 生命电视 接下来请收看 说故事时间 来哦 快来听听歌 大家对我来哦 做回来合乎了 政策的故事哦 阿星哥公告 不得像太阳 各位观众朋友 欧蜜杜粉 有这边 佛德在 既婉政策 他向众美乡来开始 佛德他怎么说 他说在出家之前 我所过的日子 是非常 松快 又优渥 这个日子 当我出席的时候 我的父王 就为我 起一个三四公 什么会叫三四公 第一公叫做下春公 就是春天 这个京廷 第二公就是下公 下公有 穿满着这个热情 洋溢的一个京廷 第三公就是冬京 就是冬天 所以在这个父王 为了我来起一间三四公 来让他生我 在这个三四公里面 它的色味 它的中風 都是非常固定 那麼在這個三四宮裡面 我每天收過的日子 佛杜他怎麼說 他說我每天就是吃山丁海味 我收這些東西可以說人間美味 那麼我收青的衣服 這樣淋我絲綢 是非常味蕾非常重驗 所以佛杜他講到這裡的時候 我除了吃好 穿好一塊 在這個宮來隨時都有詩人 這樣跟我合作在那裡營死絕對 當時還有這些藝術 隨時來為我來表演 來現唱 來跳舞 這個重點好聽動人的歌劇 因此佛杜他把這些種BQ 說這些是代表什麼意思 就是說今天我會出嫁 絕對不是說我的人生的名顏 或是說我的感情不順 因此是我的經濟出問題 佛杜他講這裡絕對都不是這個問題 但是佛杜他還繼續開始 他跟這些BQ繼續說 他說 但是為什麼我才會出嫁呢 因為我從年輕的時候 這樣出於有四生門 讓我看到人生裡面 這四種的情形 而且都是帶給眾生 非常悲傷 非常艱苦 或這個境界 最主要是怎樣 就是說 他本人 無法度發離這個 生怒病死 這種酒吧 這種痛苦 那麼在這個家的時候 佛杜他還繼續說 在那個時候 我不斷就在想到說 我在北門 尋到那個老三門 尋到那個修德林 他那句話 應該讓我記住 那句話是什麼 就是說 我問他說 為什麼你才會出嫁 他說 出嫁可以立即解脫 因此這句話 讓我們的佛杜 不斷就要起這個念頭 我會出嫁 我會出嫁 所以當佛杜他想到 生怒病死 他不斷是困難到眾生 當時也讓他心中起 怕疼 因此佛杜說 我絕對要遺到 世間人來找出 我們人為什麼 才會生怒病死 到底是什麼原因 會造成生怒病死 當時呢 有什麼方法 可以解脫生怒病死 所以佛杜在這個時候 有一天 他決定要出嫁了 因為在世間 他所有的學問 他都學過 沒有一種學問 可以來探討這個問題 解決到這個問題 所以佛杜他決定要出嫁 因此在這裏 佛杜出嫁的原因 很單純 為了要找出 解脫生怒病死的方法 為了要救眾生 當時也要自離自棄了 所以當佛杜 他要來發出嫁的心 他用拔命來偷偷離開王宮 他也很清楚 解決到這裏的時候 他的父王 而且呢 他的承諾一定會很傷心 因此他用拔命來偷偷離開王宮 之後 他下起 他的頭門 口氣 他的嘴巴 當時換到家庭 他來出嫁了 當佛杜他來到山來出嫁 他開始要找老師 他第一位老師 他去找到什麼人 就是阿羅羅 阿羅羅呢 他是一個仙人 當他遇到阿羅羅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阿羅羅的受傷境界 非常高潮 佛杜他來到阿羅羅 那個地方 要來向阿羅羅來救客 阿羅羅跟他講 他說 我所收到的已經到無所優 無所優處的宣定境界 這是非常高的一個境界 佛杜他聽到家庭 他就去想 阿羅羅做得到的 我也做得到 為什麼 自我出事到現在 沒有一個老師 有法度教超過我一禮拜 更高的老師 他的學問 他的地識 我只要用心來學習 沒有超過一禮拜 我把他一四人的精華 都教他起來 因此佛杜他聽到阿羅羅說 他的境界已經到無所優處的時 佛杜他說 我也有法度 因此他開始靜靜下去受傷 其實有一點 過不幾天 過一段時間而已 他也是體制到無所優處 還是這都宣定的境界 佛杜他制到無所優處的宣定境界 他的老師阿羅羅 所以 怕一個說 有人在這個境界 這麼快就來修生 來學生 因此阿羅羅對佛杜 非常勉強 請佛杜來教他教學生 但是在這個時候 佛杜他的地位 真正是清清楚楚 他說 今天我所賣 追求的 就是要知道 生怒病死到底是 什麼原因造成 要解脫生怒病死到底是 要用什麼方法 那麼無所優處 經過他的觀察 無所優處 無所優處 他不離情愛 不離情愛 的心念 無法突然解決 無法入力盤 無法入力盤 因此佛杜在這個時候 跟阿羅羅說 我又要去追求 更高親的學問 更高親的境界 因此我今天要來離開老師這個地方 當佛杜離開阿羅羅 仙人 這個學廚 他繼續再找 結果 來到一個地方 那裡也有一個仙人在那裡收 也有一群學生對這個仙人在收 這個仙人叫玉陀螺 玉陀螺仙人 在那個時候看到佛杜 這個神帽飛揚 他感覺這個人的禁忌 非常非常了不起 玉陀螺就說 你今天你如果要來對我收 我收先要讓你清楚了 我所收的這個閃爭的境界 已經超越無所優處了 我是已經收到什麼境界呢 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閃爭的境界 那麼這個非常非常的閃爭的境界 如果要以閃爭來說 他差不多就是最高的境界 因此 當玉陀螺仙人 跟佛杜 來跟他說 他所收的境界 那麼佛杜 他聽了說 如果這個境界這麼高 玉陀螺有辦法收起來 這樣我也是有辦法收了 所以佛杜在那個時候 他說 這樣我要靜靜去學習 靜靜來來修行 經過不幾天 佛杜 他也是照玉陀螺所教的方法 他今天真的想到什麼境界 非常非常非常的閃爭境界 所以當佛杜 他用很多時間來整到 非常非常非常這個禪定的境界 他透露也怕到 他不敢再把他當作 他是學生 他跟佛杜說 你靠我做回來 靠我這群學生 來知道他們要怎麼受傷 但是在這個時候佛杜 他一樣 他觀察到 一個人 准說他受到 非常非常非常的閃爭境界 那麼他一樣 不離情愛 不離情愛的人 沒辦法解脫 也沒辦法入列盤 所以佛杜 他就繼續再來離開 這兩位老師會生苦兵 他到了哪裡 他在某個土國的境內 開始要來找 找一個適合他 去受傷的地方 那個地方叫玉碑樓 佛杜來到玉碑樓這個地方 他開始要來收 他說 他說 我用閃爭的境界 沒辦法找到 我要愛 跟他出生怒便士的方法 那麼這個時候 生怒便士在我們的身中 因此他要為 他的生苦上面 開始下降伏 他開始要為他的生苦 所有的感受 來找這個檔案 因此他在玉碑樓這個地方 他在玉碑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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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這個人在收的方法 看那個人在收的方法 千奇百怪 有夠多種 到玉碑樓 他發現一個 收傷 如果要靜得的人 一定要讓生苦痛苦 因此他對人受苦情 他用六個時間 他開始 很無法自己的身體 他無法做什麼程度 他收到那個 閉氣殘 就是玉碑 要為玉碑樓 裡面找到 我們人的意識 和我們的肉體 是否可以在這裡 在這裡 甚至來入獄 那麼在這裡 佛道 他收這個 閉氣殘 每天收 每天收 收到頭痛 收到生苦痛 但是到最後 他發現說 金開 他無法做 在這裡 那麼佛道 到最後 他除了說 閉氣殘 閉氣殘 他的身體 暗天 穿大雄 冬天 睡冰層 人有時候 把他倒掉 在這個橋頭 腳在上面 腳在下面 腳在下面 一邊倒就是 吊幾天 那麼在這裡 全部 可以接完身體 的苦情 都拿出來收 那麼在這裡 他雖然 苦情 可以整頂到 那個佛道 他的意志力 但是呢 對佛道 他要開穴 開穴 他都一直 閉路這個 這個竅門 所以佛道 結束又怎麼收呢 他就開始收 烏肺神 蠟燒 生苦 隔給蠟燒 不要生生苦 生苦 他把生苦 隔到整生苦 都是 都是這個 頭筋 不要生苦 發紅 那麼在這裡 在這裡 可以說 完全 他無法接受到什麼程度 因為這裡的部分 他開始 在這裡 有的 代便 吃有的代便 要去體育 甚至吃自己的 那麼在這裡 在這裡的部分 吃到不要 他收縮到 他一天吃 一馬一馬 那麼在這裡 他到不來 那個苦行 給他的生苦 三生 很大 很大的痛苦 他說 他的眼睛 眼睛 開穴 他的眼睛 他的眼睛 你眼睛 皮膚 摸下去 剛才摸到 這個靈骨 整生苦 完全 可以說 沒有油 沒有肉 那麼在這裡 佛道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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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受苦行的時候 受到生苦 只要有門的地方 都沒辦法 掉在皮膚 但是在這個時候 他不斷在想 生怒變勢 因何以來 生怒變勢 如何解脫了 但是在這裡 哭哭哭 哭到他 有一天 他要搭著 還要去思考 這件事 他沒力了 他被人疲累了 他發現自己說 苦行 沒辦法開穴 因此在這個時候 佛道 他就要離開苦行 他說 這種行的受行法 沒辦法求經改團 因此佛道 他就離開苦行 來到擬蓮殘河 他先把生苦 來幫他洗一洗 洗一洗 洗給他 洗乾淨後 他被人疲累到河畔 在這個時候 真的完全 體力不济 他體力不济 在這個時候 都要打在肚子上 所以說 在這個時候 我們看到佛道 他為了幫助眾生 找出的 生路 病死 那種 很大心的受行 讓我們內心 真的非常感動 做佛道主 真的有福報 我們的教主 真的是 非常了不起 所以佛道 在擬蓮殘河 河畔的時候 這個時候 有一個牧羊女 牧羊女 牧羊女 他不知道這到底是生、是死 所以牧羊女 走到 更晚的時候 說 這是一個收得人 而 腰 Information 牧羊女 用她的中道 午餐 乳咪 來給它 給它 給它 這就是 因緣 牧羊女 蘇家陀 她給它 給它 佛道 後來的時候,他一生當中 增加一個很大福報的強養 那麼在這裡當佛道接受到牧羊女的乳米供養後 他體力漸漸回合,漸漸回合 在這個時候,當體力稍微有法度來撐起身體的時候 佛道發大心 他說今天高興無法度來撐起 在這個時候,他去受到年輕人的時候 他一邊入初心 那種閃爍的過期的印象 他還撲到佛道的意識裡面 所以佛道在這個時候,他決定要來思維生命變死的問題 因此佛道他了過年齡殘河 他要來建造一個菩提樹 就是我們所說的金光座家 有一張菩提樹 他要來建造那個菩提手 他要來思維 思維要如何解決生命變死的問題 那麼佛道當他過期之後 在這個菩提樹 剛才有一個農夫 在那裡昆草 那個農夫叫做結像 那麼在那裡掛草 在那裡掛草 佛道把他拖一杯草了的時候 佛道他就走走走走 走到哪裡 走到金光座上 携到金光座上 佛道他把草握在 whit crude 上去獲得ращ 街上發開 他會發開 那如何發 Cut 他說今天 反正我若是無法悔到生怒病室 他到底是甚麼原因做成 無法悔到生怒病室的方法 我不離此做 我感到死在這個地方 因此佛得他在這個時候 發出這種大革命 最健康之後 他開始下去收 要來問這個大問題 因此佛得他用七天的時間 在金工做上 收尾到生怒病室 這個肅臺的大問題 在第七天的初夜 初夜的時候 他在那裡收尾 收尾說這個生怒病室 到底是怎樣做成 結果在這個時候 在初夜的時候 他得到生怒病室 佛得到生怒病室的時候 他關照到 他無量夾來生生世世 每一四人 每一天 每一分 每一廟 他所做所為的那些行為 他有看到他過去 他有看到他過去 每做過生生 他也有看到過去 每落過三億多 他也有看到過去 他在發大心內收行 他也有看到過去 他在做國王 所以佛得在 他在初夜的時候 他去看到他本身 生生世世 經過的過程 說什麼 做什麼事情 這個時候 佛得他的信心大增 時間一直到 一直到 來到中夜的時候 佛得這個時候 他的整個 整個面相 真的實在有到清淨重量 這如果要認真來說 就是 時間在要生世了 佛得在中夜的時候 他其實 用他的 第四三的 這個三定力 來到十五位生路病死 在這個時候 他在到什麼 在到天間神通 佛陀 他用天眼神通 他去觀照到 發解一切眾生 每一個眾生 每一生 每一天 每一分 每一廟 他的所做所為 他的生路病死 從哪裡來 生路病死 從哪裡去 他的壓力 怎麼來倒胎 他的壓力 怎麼來離世 他看得清清楚楚 每一個眾生 在這個時候 他看到一個重點 那個重點 就是在佛陀 他即將成佛的 中夜裡面看到 他在中夜的時候 看到眾生的 生老病死 從哪裡來 從十二因緣法來 從十二因緣法來 收生理來 在這個時候 佛陀內心裡面 那是我們無法到 去了解佛意 那如果是我們 的時候 哎呀 我已經找到了 找到 生老病死 是由十二因緣來 造成 所以在這個時候 佛陀到後夜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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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還集中 第四三的三定力 他來正思維 正思維說 既然十二因緣法 是造成生死輪迴 既然十二因緣 造成生死輪迴 那麼在這個時候 要怎麼解脫 他去想到什麼 當我們生的時候 我們所帶來的 就是苦 苦是什麼東西來造成 就是劇造成了 所以苦疾 我們不苦 一定要受到 所以他發現到說 要解脫到生老病死 一定要受四聖地 四聖體 苦疾不得到 裡面把苦疾不得到 裡面把苦疾不得到 苦疾不得到 裡面說得清清楚楚 要怎麼賣這個苦 佛道開始說 一定要受到 那麼到底是要受什麼 佛道 在這個時候 又用他最大的一個 殘地功德力 來關照 他發現 要來受到這個道 到底是什麼東西 原來就是 佛道 要為正見 正思維 正餘 正業 正命 正精進 正念 正定 為正見 開始到正定 來緩緩 那麼佛道 在這個時候 可以讓我們 不管是四聖體裡面 那個次第 甚至對我們生死輪迴 十二因緣 在這個時候 完全改善 所以佛陀在那個時候 他開悟正道成佛 那個時間當時 鼓勵十二會成佛 在這個時候 佛道 他看到 雅度冥車 看到一個車 更會死的 更會死的 在這個時候 他瞞到 緣起發了 各位觀眾朋友 佛道就是這麼偉大 今天 如果沒有佛道 好啊 對 我們會生會死 但是這個生和死裡面 是為對 為對來為對去 為輪迴來 輪迴去 我們永遠沒有解脫的 機會 所以佛教道裡面 佛政道裡面 他在跟我們說 學會的人 手中證件 正見最重要 小故事 大欺詩 因此在這裏 我要向各位菩薩 好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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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以至到 我們的 散佩 以至到 我們的金工相處 好好 把這條 我們的靈性 收到 發出的公明 這才是 一個 如法的佛提主 今天 要講到佛道的修學 這個過程裡面 我內心 非常高興 因為 我是一個佛提主 我們大家都是 跟佛祖有緣 因此在這裏 最好 要來勉勵大家 每一個人 一定要如法 來修行 如法 來 學佛 如法 來 講 公道 那麼在這裏 祝福大家 我們 每一個家庭 每一個人 除了身體健康 以外 一定要學佛 開地匯 讓我們去 對著佛 得他的牌子 讓我們開花 未來 讓我們整個 讓我們生得 感恩各位 祝福大家 阿彌陀佛 有佛法 就有辦法 像有太陽 有空氣一樣 生命電視台的存在 對於這個世間 對痛苦的眾生 是那麼重要 所以希望大家 多收看生命電視台 多護持生命電視台 將佛陀的教法 深深地去思維 運用在我們的日常生活 護持帳號 1996-5232 1996-5232 1996-5232 護民生命文化基金會 漢傳匯基金剛法 灌頂傳法 即三規五屆 灌頂傳法 由福慧寺 傳承金剛上師 主持體化和尚主法 日期 11月13日 星期日 報道 上午7點50分到8點30分 法會開始 上午9點起 報名方式 E-mail irisui30 at gmail.com 法會地點 新北市樹林區三星路77號 請自備海清曼衣 佩戴口罩 全程免費 歡迎水洗 共佛共生 隨時注意氣象報告 了解颱風的最新動態 避免出門 家裡可以事先準備 三日份的食物飲用水 檢疫的急救藥品 痕災 小型家具等 要移進室內 或者是加強固定 一般發生災情 配合地方政府人員的指揮 進行撤離 準備好緊急避難包 等災害來臨時 才不會手忙腳亂喔 提早做準備 颱風來襲 也能從容應對 如果遇到小小的水災 旱災或父母生日 也應當禁止屠殺水